那一晚,魏无羡睡得很晚,这魏无羡一向是日夜颠倒,所以他晚睡的概念是将近,天亮,他是兴奋,是高兴。 那套青花瓷茶具一拿回来,他就及时开封清洗,欣赏起来,江城凑过来问他,魏无羡,你买的是什么玩具,这么大的人还玩,真是没见识,不是玩具,是茶具,青花功夫茶具。 茶具,这么小的杯喝个什么劲,那你就不懂了吧,这功夫茶喝的就是个功夫,没功夫你就别喝功夫茶,你这量酒是喝什么功夫茶,真是有病,错,这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,你得体验才能懂得那个义去。 李,那得了吧,你自己去体验,我没兴趣,江城打开冰箱拿了一瓶可乐,回房玩手机去了,魏无羡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玩着那小小的茶杯,觉得特别有意思。 那这那茶杯薄胎上的青花,明明比比简洁,却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华贵,明明色调单,纯,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绚丽,明明自似风流,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从容,明明清,朗飘逸,却有一种温柔可容的意境。 淡雅阴晕之气如云雾缭绕,冉冉升级回旋的檀香,忽然他脑海里飘过二句歌词,天青色等烟语,而我在等你,蓝,占,魏无羡嘴里又跑出了那两个字,好多年了,魏无羡不知道为时,吗? 有时心里总会跑出,蓝,占这两个字,这两个字仅仅是一个词,还是一个人,明,他不知道,但这两个字一跑出来,总带给了他无限温柔的感觉。 他呆呆地看着手里的青花词,杯,嘴里慢慢地咀嚼着那两个字,究竟是怎么回事? 这些年他曾寻求过答案,但无解,他在法国去过教堂寻过神父,神父也找不到答案,可能法国那边的宗教或神学,都解释不了中国人的某种神秘的特质。 他来苏州也是从小一种本能的向往,他想来苏州,他也终于来到了苏州,来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。 在这座城市里,他感觉到有一种气息,他呼吸过的气息,云深不知楚五个字不,只是一句诗,也许还有别的意味。 他第一次去云深不知楚国学院的时候,他就有这样的感觉,那一次,当他冲口而出对着蓝忘记喊出来,蓝湛,等等我的时候,他震惊,不解,不可思议。 为什么会对一个素未蒙面的人,喊出这样一句话? 难道,蓝湛这俩,可自跟蓝院长有什么联系? 都有个蓝字,在法国长大的魏无羡没有拜过佛菩萨,那个环境更没有街头问不算命的。 即便是,有,他也不会去相信。 然而,这世上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无解的。 光天化日之下,讲科学,那是解释不了的。 而玄学,魏无羡也是不懂的,也还在于信与不信的边缘。 来到了苏州,他游览了很多寺庙,感受到东方不同的文化,也觉到,也许,确实有一些东西或另外的空,坚是自己无法抵达的。 蓝湛两个字的谜底,也许就在苏州。 那一个晚上,魏无羡是握着一个青花瓷,被睡了过去。 那一晚,蓝望琴弹琴弹到忘记了时间,那一晚的弹奏真是浑然无外。 他只是把心底,的话用音乐表达了出来。 琴声隐隐传到蓝西辰的耳朵里。 他听出了蓝望琴与往日不同的情绪。 对于这个弟弟,他是爱到无微不至,自古长兄为父。 他们的父母早亡,蓝西辰大蓝望琴没几岁,但他真的是把自己放在父亲的位置,去关爱这个弟弟。 蓝望琴暮下无尘,清高自序,极少有什么事物能左右他的情绪。 但今夜,蓝西辰却听出了蓝望琴不同的心声。 这个弟弟有了心事,国学院正常运转,没什么特别的事。 蓝望琴也是如常工作瓶颈如水,是有哪个女子,入了弟弟的眼吗? 如果是有,那是好事。 蓝西辰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。 蓝望琴太孤,独了孤独的如一只白鹤,只在河塘的倒影里,整理自己的羽毛。